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楠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之前一直未出的下集 今天就分享我上集沒有跟大家做的服裝分享 今集就會說說我在線上平台到底買什麼衣服 以及我會怎樣配襯的 做這個分享之前就要跟大家買個廣告 因為大家都知道線上購物最怕的是什麼? 資料外洩 以及我在不同的網站看到的價格會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想擺脫網絡的監控 保護你的線上數據 那你就要用Search VPN 用了Search VPN之後就可以我們加密個人的訊息 不用給網絡數據導視和跟蹤 受到監視和商業目標的困擾 因為其實我們每天都用很多時間上網 無論是買東西 看東西 或者搜尋任何你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會被網絡監控 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大數據裡面 所以這些時候你的資料就會更加熱愛洩 用Search VPN就可以保護到你的個人訊息 以及通過安全的VPN隧道來傳送這條訊息 有時候上網看不單是衣服 或者是酒店 預訂車等等 你在不同的設備看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看 出現的價格也很有可能會不一樣 原來這些都是跟我們個人資料和大數據的事 因為這些在線企業其實是知道這些網絡的訪問者的賦予程度 他們使用的設備和支付價格的可能性 這些就是來自不同的國家或者地區的人看到不同價格的原因 現在用Search Shark就可以避免這些資料外洩的問題了 說來講 他們都是不想你們資料外洩 讓你們不要被別人盜信用卡 或者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價格 給多了錢 所以你也快點留下Search VPN 保護自己的個人資料 最後 現在輸入我獨有的Promo Code 就可以得到一七折一位 即是83%off 還可以免費享受三個月的額外折扣 你還不快點下載Search VPN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我們進正題了 首先就給大家看看我最近這次買了什麼 我最近這次也買了多少東西 秋冬 所以第一件東西就是買了LAMO 大家都知道我是很喜歡戴LAMO的人 我就買了一個很sharp的LAMO 這個就是MSGM的LAMO 我其實今次的購物分享全部都是在IT eShop買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上去看看 不過可能出這條影片的時候 已經過了它做折的period 不過不要緊的 它很快就會做折 它經常都會做折 或者大家可以按進去看它sale 有什麼便宜的筍物可以收拾 第一件就是這個LAMO 這個桃紅色的LAMO 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而且它是一個很顯白的顏色 這個價錢是$940 但不知道買的時候好像是有折 第二件就是 這個也挺搞笑的 這個純粹是為了臭單買的 但我自己也覺得很漂亮 IT eShop有分大IT和小IT 小IT就是B&AB&STAR LANDER那些 大AB就是McQueen、MSGM、ERO等牌子 這個就是在我小IT的3CE買的 這個就是$49 我就買了很多個婆婆 買它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顏色很漂亮 我化妝每天基本上都要消耗兩個婆婆 我用婆婆的量也是很大的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接下來就是這一套衫 這一套是一套很斯文的衫 我覺得它很便宜 因為它好像一千多元 然後它才有一條質地很好的針織裙 這條針織裙就有點像小香蜂的針織裙 另外就是有一條鏈 這條是什麼鏈 這條鏈就是用來放在腰上的一條腰鏈 其實很多大牌子都有做一些這樣的鏈來移衣 這套衫就包著這條鏈 使得穿這套衫的時候 就更加斯文和大方的感覺 這條鏈造工也蠻細緻的 因為它是一粒粒的 尾巴是這樣的 它按你的腰圍 扣一下就OK 為什麼我會說它很便宜呢 原因就是它除了剛剛我們看到的裙子之外 還有一件外套 很百搭的外套 這個就是我第二套買了的3元 現在來到第三套了 這一套也是 我是覺得買得很便宜 剛剛一樣都是B加AB 而且它也是一套 都是一千多元而已 大概是一套 而且是西裝 正正常常的西裝外套 但是這個是格仔紋 所以其實是很耐穿 因為格仔紋這些一向都是 一到秋冬就很流行 它裡面還有一條 這樣的背心裙 真的穿太好了 這一套 不過我不知道剛剛穿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因為這樣一套才是一千多元 之後就到這一套衫了 這個是Style Lander的一件TOP Style Lander也很流行出一些運動款 它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運動款的TOP 我就配上它下面的一條長裙 就是一條也是運動的長裙 也是有三條間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穿運動衣是一套一套的 因為我覺得這樣穿實際太方便了 接下來就是 我就買了一雙鞋 因為我自己沒有什麼斯文的鞋 所以我就買了這雙Ferny 不知道 不會讀 這一雙買的時候 是因為它穿特價 我記得好像五百多元 還剛好有我的尺寸 所以我就馬上買了回來 我自己來說 很少有一些可以斯文又可以型的平底鞋 黑色鞋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比較喜歡穿波鞋 那這一雙就是一雙平底的 型穿又可以 應該斯文穿也可以的 一雙比較大方一點的鞋 我自己蠻喜歡的 而且五百多元就真的蠻划的 我覺得 那我就買了一個這樣的袋 給大家看一下 但它還沒送到 最近呢 這個牌子好像也蠻流行的 那我當然是不執書 所以就馬上訂回來 但不知道為什麼還沒寄到來 剛剛介紹的那套西裝 其實它是有三種顏色的 大家如果對它有興趣 就可以上去他們的官網看 那套運動裝 我買了綠色邊邊 它還有一套是藍色邊邊的 是Stylelander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自己去看 黑色白色那套 其實它也是有白色的 但我覺得自己穿白色有點肥 所以我就選了黑色 然後呢 就是上一次 我在IT到底買了什麼 那呢 我自己就買了 off-white的衣衣 因為我覺得如果穿 casual 的話 off-white是 挺好穿的 那這件呢 就是一件off-white的衣衣 很簡單的 就是這個新的logo 那它這個logo呢 是膠 那這件呢 就是 好像 三千多元 off-white的衣衣 應該都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我自己覺得蠻好的 在IT買東西 全部都是正價 它沒有炒價 它不用叫炒價 其實我對 off-white這條牌 我也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現在其實已經 沒什麼叫炒價了 接著就是買了 這一雙off-white的波鞋 我朋友幫我選的 他說覺得很搭 就叫我 不如你買這一雙吧 那我就選了這一雙off-white的波鞋 其實呢 如果大家在IT看到自己適合的尺寸 就可以馬上買 因為真的好笑 我想它每一個尺寸都只有兩三對 基本上都很難 不會說很容易跟周邊的人裝款 他的鞋比頭還大 再上一次呢 就是 買這個 off-white的衣衣 還有帽子 這一套呢 就是我買了的 off-white泳衣 那我已經穿過一次的 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黑白的配搭 那它這個呢 是這個 這樣的質地 然後它做入博 也可以穿得挺瘦的 那我自己也挺喜歡的 它後面呢 還有一個這樣的 logo 是鐵來的 還有呢 我覺得呢 大家如果是想買泳衣 襯足著這個夏天的尾巴 立刻上IT看 因為呢 他們的off-white泳衣 全部都是在做折的 我也想買到幾件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的身材 不是很能處理到 那種 三角的泳衣 所以我自己就沒有買到 然後呢 這個就是它的褲子 高腰的 它有浪 這裡也挺高的 所以穿出來呢 顯得的腳也挺長的 然後它一樣也是有一個off-white的logo 那這一套呢 就是我買的泳衣 之後呢 就是一頂off-white的帽 登登 就是這個了 它漂亮是漂亮在 它的裡面 因為呢 我喜歡這頂帽子 就是因為喜歡它裡面 那個紋實在太漂亮了 還有呢 它是有一點點 羽絨質地的 就是這樣 然後呢 我想冬天戴呢 就一定可以很暖 嗨 我等一下再戴給大家看 這個是很厚的 這一套帽子 那夏天就不適合的 我覺得是適合冬天 其實我想知道它有沒有反轉戴呢 為什麼我覺得它可以反轉戴呢 如果剪了這些牌子 應該我覺得其實它是可以反轉戴的 你覺得呢 嘩 好漂亮啊 這個反轉戴 嘗試一下 要剩下很多頭髮才行 因為呢 這頂帽子是有點大 摺起來呢 真的很喜歡的一套衣服 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呢 這一套呢 有一套 唯二 它就是一個冬天穿的質地 之後呢 它有一條Alexander 1的邊 再加上這一條 跟它一模一樣的質地的短褲 那它呢 這個呢 就不是一套的 但是呢 它就是分開單買的 那我都跟大家說了 我是喜歡這一套一套的東西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分開單買了一條褲 那秋天冬天呢 隨便穿這個出街 就OK了 所以呢 我就這樣買了這套衣服回來 對上一套呢 就已經是我之前拍過的那套 off-white 黑色 跟著彩虹字的套裝 我買那個的時候呢 它整套其實差不多 九千多到一萬元的 但是 我看到IT現在正在做折 它平均一件呢 都是兩千五 兩千四百多 還是兩千五百元 如果你現在才去買呢 是我當時買的半價 所以呢 如果你要 都喜歡我這套off-white的套裝 你就要快點入手了 那我今天呢 IT e-shop的分享 就來到這裡了 那其實呢 還有買一些裙子 都給大家看一下 這些裙子呢 就是在我朋友的朋友的IG購買的 那我覺得呢 它就比較適合一些 斯文一點的女生 就是這些這樣的年身裙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可以去他IG購買的 那這些裙子呢 全部都是很適合夏天 還有適合一些喜歡花花的女生 那這些呢 例如 可能上班 加件西裝 或者去吃飯 都是很適合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下條片呢 我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些 嗯 我最近買的一些奢侈品 好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